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宁桥跟景山都是北京自然山水的典型代表 以前也叫海的桥 它是北京的中轴线跟下面的玉河相互交叉的一个枢拧 一个重要的节点 北京中轴线上最早的桥 这就是留下来的一个文化遗产 景山后 古楼前万宁桥在正中间 这是中轴线的第一桥 这样啊 老师 这么小的桥能过船吗 这里可有讲究了 你并看这个桥小 它还也并行两只船 你知道船从哪来的吗 我们可以往这边看 这个桥下边的河流叫玉河 这玉河一直往南流到杭州 京杭大运河运的粮食通过这个桥下面的孔洞 一直到积水潭 以前这叫积水潭 就是元大都的一个码头 南方运的粮食来进来 它的桥孔有七米二 船只有三米宽 所以两只船都可以进来 万宁桥是我们运河到这来的最后的一个码头 也就是北丁城正中心的位置 刚才我们看到这下边这个桥闸 它有个名字 叫成青上闸 这是元代 郭守敬 水利大师他修这个运河的时候 就修了二十四道闸 这是其中之一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 来到这个桥上看到 哎呀这个景致非常好 船也特别多 所以他把这名字呢 这个闸命名为成青闸 同时也把这个运河命名为通汇河 听完您讲的 我能想象到七百五十年前 这片水域上的文化神况了 哇 像一个什么 哇 这什么动物呀 好奇怪呀 它的名字叫公父 是龙生九子之一 为了镇压这个洪水 我们怕发水嘛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把它当作镇水物 所以把它叫镇水兽 在这万宁桥呢 一共有六个镇水兽 这个镇水兽是为了保佑四方平安 更重要的保佑我们通汇河运粮的平安 对了老师 我记得你说有两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另一个原因就是它起标志水位的作用 当水到达了石球可以正常通行 如果到了上面的镇水兽就发洪水了 就危险了 其实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中国的古代 无论我们是玄址建城 还是建民宅 都要讲究 先看风水 嗯 风水 对 风水 那么风水是什么 风水就是我们中国的先民 在古代的生产生活当中 通过对自然的这种观察 了解 认知 并且改造它 但是最终还要再回去融入到自然中 所产生的一种非常好的 中国人的朴素的这些思想 哦 就是风水 风水里有这样一句话 叫什么呢 未看山石先看石 有山无水修寻地 哦 明白了 所以咱们再去景山前先到来这 对 聪明的孩子一点就通 老师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怎么算是好的风水呢 咱们今天看到的庄祖先 这算是好的风水吗 咱们今天看到这个中州县 当然算好的风水 哦 什么叫风水 风水意思就是欲风则散 借水则止 要分山借水 所以在咱们这个中州县上 那么前面有外进水河 对紫禁城进行了环抱 那么在后面 也有我们以万宁桥为核心的这条水系 它也同样进行了环抱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下午即将去的这个景山 那么景山就是咱们所说的镇山 那么有山有水 山水相依山水相加 当然是一个好的风水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叫龙脉 嗨王老师 向您介绍一下 这边是小和 王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位置 我的右手边就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生活居住的地方 而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著名的景山 我一直听说景山是中州县的最高点 就像我今天来到这里了 景山呢 它确实是中州县城的最高点 那么这个呢 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它独特的一个作用呢 是明清两朝 历代皇帝寻求他灵感 以及他们游览 这样登高望远的这么一个地方 现在我就带你呢 阿伯来游历一下我们的景山 好吧 来跟我走 那我们就边走边说 小和 你除了知道这个景山的构成 你还知道些其他的什么内容吗 当然了 我之前了解到过景山有五座有名的亭子 而且我还知道 这里是环境悬果的地方 哦 那你可真棒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嗯 那么考考你 你还记得上午我问 我说过一句话 未曾看山先看水的一句话吗 当然记得 那么上午实际上我们呢 就是看了一个 以中州县万宁桥为核心的一个水的文化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景山 那么主要来看山的文化 那么这个景山 就属于是这个中州县上 最具代表性的一座镇山 那么景山这座镇山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 称之为叫做靠山 那么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特点呢 应该是呢 靠山面水 那么这座靠山呢 实际就形成了是这个紫禁城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皇 故宫的这个紫禁城 它后面的一座靠山 咱们一边走呢 一边去看山 好小和你看 说着说着咱们就来到了周赏亭 这个周赏亭呢 它是建于乾隆十五年 1750年 它这个亭子呢 是圆形存尖鼎式的一个建筑 小和儿 你来看一下 我手里有一张图片 你看 这个叫富兰亭 它跟前面这个周赏亭 亭式形式一模一样 哇 真的是 颜色 画文 颜色都一模一样 其实我们前面的景色还美 嗯 你看 老师 嗯 为什么这个亭子不是圆的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这个亭呢 不是圆的 那么在咱们这个景山上面呢 一共有五座亭的 周赏亭 观庙亭 万春亭 吉方亭 以及富兰亭 那么这个五座亭子呢 只有这一侧 这一侧的 刚才你看到周赏亭 还有那一侧的富兰亭 它是圆的 还有两座亭子呢 就是现在看到这种形式的 这叫崇岩八角式的 那么在景山的中轴线上 那个最中间的那个万春亭 它实际是方形的 那么这个呢 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代表南方的 和北方的水和火的这两种元素 它所代表亭子 我们用了圆形的 而代表东方的木和西方的金的 这两种元素亭子 做成了这种崇岩的八角形式的 因为什么原因 水火是无形的 所以它是圆的 而木和金是有形的 所以做成了崇岩八角式的 但是万春亭 完全是一个方形的一个亭子 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 天元必方 中央的土就是方形的 所以万春亭是方形的 没有把这个亭子做成原型的 我来回答了你的问题 小河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景山的最高的山顶了 这里就是万春亭 紫禁之边 这座亭子看起来比之前的好大呀 对 这个万春亭啊 他是古代的人的时候 在建造过程中 是经过严格的这种设计 然后把它建造起来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 它的最高峰 我们在往紫禁城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看到层层的院落的房顶 我们看不到里面每一个院落 嫔妃们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是我们古代的人 在设计这个紫禁城 以及万春亭的高度的时候 是有严格的规定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中逐县的原型点 那么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原型点 我们再领略一下中逐县的整个的路面 小河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呢 就是北京的中逐县的中心点 那么这条中逐县呢 从最南端的永定门 一直到后面的蒂安门 全长是7.8公里 它是我们北京的一条龙脉 那么既然说到是龙 它的形象就像一条真龙一样的体现出来 为什么 最南边的永定门成楼 就是龙头 它的旁边呢 有一个龙须 叫龙须 然后它对称的两边 东边有天潭 西边有仙龙潭 这是龙的两个爪子 所以这条龙呢 龙脉呢 它整个就是一条非常形象的一条巨龙 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叫做北京的龙脉 老师我终于知道了 这叫做布什中洲之面目 此缘身在此洲中 灯顶景上的那一刻 我仿佛一瞬间 感受到心灵和自然环境 产生了共鸣 但我看着一上半水的紫青城 远眺北京中洲县的最南端 清爽的风拂过我的脸 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舒畅语悦 我想这种体验 或许就是老师讲的天人和耶 见到这里